好,在這段影片我們要講的 以往的很多人習慣就看到這樣子 一段段的亂七八糟的英文字 那我們可能呢就這樣嗎 人工重新打T 然後呢小寫的AYLOR 然後空格大寫的SWIFT 這樣子有沒有 你會看到這打起來像 怎麼樣很累 然後還要再換成什麼 中文格式 打他的什麼 那這樣呢會浪費很多的時間 當你打完這一格已經花會不少的時間 你這樣往下拉也沒辦法 然後你也同樣不可能自動判別 所以一般來講呢 我會建議幹嘛用函數的方式 我把格子拉到函 用函數等於用一個函數叫TRIN 這個函數 它可以把你這個儲存個裡面的資料 亂亂資料裡面呢 只保留一個空格 就字跟字之間留一個空格 其他的呢 多餘的空格 它會自動把你刪除 把你刪除 按ENTER以後你就會看到有沒有 它自動把你把空格幹嘛 多餘的空格刪掉 然後呢你只要忘了幹嘛 按滑鼠左鍵兩下 在拖到方塊這邊 它就會自動幫你要把所有的資料整理好 而且英文跟英文之間的空格 會變成只有一個 英文跟中文之間的空格 也會變成只有一個 馬上幫你整理好資料 這只需要多久 短短的幾秒鐘 好 短短幾秒鐘